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朋友们好 今天我要去参加一个职业比赛 但是呢 我还没有自己的车 谁能给我一辆车呢 好吧 今天要准备一辆职业赛车 来帮助我赢得比赛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看到的第一零件呢 就是我们今天为我们的赛车选手准备的赛车零件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组装它咯 首先呢 我们要从车的底盘开始 那这是最长的 然后我们要给这个车加轮子 所以呢 它是肯定有两个加轮子的地方 嗯 它是这样 然后呢 中间有一个加轮子 加上 哎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底盘咯 嗯 然后呢 看一下 嗯 其实偷偷告诉你们啊 我在开说明书 哈哈哈哈 因为我实在是嗯 创造不出来一个完美的车 所以我只能看说明书 小朋友也可以看说明书咯 我们要把这个车的底盘加厚一点 就是 旁边 嗯 要按得紧一点 噔噔噔噔噔 这个底盘呢 看起来就蛮结实的哈 嗯 之后呢 我们要继续丰富我们这个车的底盘 还方便可以让它 嗯 让这个车变高 能加轮子 能有车门 能有前车 然后还有后边的一个车身 还有车顶 所以呢 我们要不断的往上加东西哦 现在呢 我们就要夹两边的 哎 就 黑色的 两个特殊的形状 这种特殊的形状呢 一般是可以连接上其他的东西 因为呢 这 这个地方是可以 与其他的东西卡在一起的 好啦 然后呢 我们继续往上加东西 嗯 好吧 我承认我又偷偷看了一下说明书 嗯 现在加上了一个这个黑色的东西 还有一个蓝色 两边呢 也需要加高一点 嗯 应该是 这 这两个白色 嗯 可以把它加上了 哦 正好把那 黑色的这两个特殊件呢 挡上了 不过呢 它的功能还在 以后我们就能知道 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了 嗯 嗯 好 哦 把这个对称的放上去 嗯 嗯 看一下 应该是 用 这边应该是放上 好 现在我们的车呢 又变高了一些 之后呢 要继续往上加哦 现在现在还看不出来 大体的一个车的形状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是已经是车的底座了 嗯 现在我们要给它加加加加加加加 加什么咧 嗯 嗯 加上 一节 感觉这个地方应该是 车尾 痾 或者是车头吧 好难猜呀 我们继续 好 终于有 有不同颜色的 还有不同形状的东西出现了哦 放得进去吗 现在呢 你要加两个红色的零件 这两个应该是这样的 颜色倒是蛮丰富的 但是暂时呢还是猜不猜出来 继续 两边应该也是可以偏蓝的 这样的话我们自己看一下 好像能看出来了 这个绿色的靶子下面呢 这应该是放轮子的 所以它留出了一个放轮子的空间 你看这边是对称的 那以后这边应该是有的 所以呢 继续 嗯 现在呢我们可以给它加车门 看看我们的车门 是这个样子的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这是两个车门 看看能不能开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可以开门哦 然后呢是方向盘 终于能看出来它是车了 因为我们有了方向盘 有了车门 这样我们大概知道 车的主要的一个方向 那这边呢就应该是车头 这边呢应该是车尾 好我们继续 嗯 车头车尾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继续 把车头的位置呢 稍微丰富一下 嗯 嗯 OK 嗯 现在我们 在这加两个特殊键 这个就很明显啦 这一看 就是刚刚说的 前轮要放的地方 看我们已经留住了 前轮的空间 已经大概看出来了 一个整体的形状 好 我们现在 汽车里边还有什么呢 汽车的内饰里边 应该有仪表盘 那我们就寻找一下 仪表盘 好 在这里 现在要把这个仪表盘呢 摆上 这样开车的时候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还有没有油啊 我们的速度是多少啊 还有车的温度啊 都可以通过这个仪表盘看哦 嗯 好 我们再把内饰呢 稍微再丰富一下 接下来 我们 嗯 现在这个车呢 是完全没有顶的 感觉好危险呀 好 继续把它加高 相信再过不久 我们就能看出来 它 它的顶部是什么样子的 不过看它绿色的件这么多的话 它应该是一个很阳光的车哦 感觉这回呢 我的车呢 终于是 是拼到 看起来像个样子了 那这个地方 这个前面应该是放 放测牌号啊 还有 车的其他的 什么出气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地方哦 可惜我不懂车呀 不知道哪名小朋友可以告诉我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